词词曲 李宗盛 我认识都在这一期的项目 爱情和不同形式,这是一个成年爱情故事, 然后是一个欢喜同居,欢喜冤家的故事, 那在这个爱情里面,最打扰你们的是什么地方? 我觉得就是两个不认识的陌生人, 然后在同一个城市里面相识相知, 然后共同互相彼此的了解, 对,这样一个,我觉得就是很像现在上班族的一个缩影, 虽然中间有很多小插曲,但是在那一带,为了共同的目标,就要努力。 我觉得都是彼此某一方面的好吃, 然后一起在职场上拼命斩棘,一起成长, 很励志,很有意思,很开心的一个故事。 我们一直说最好的爱情就是让大家开心, 谢谢最好的爱情就让我们彼此互相成长。 谢谢两位在拍摄当中,冲通而来, 今天还在翻海后,很艰难, 谢谢两位,辛苦两位的分享。 谢谢大家。 好的,那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剧集, 也是很强大的阵容,叫《迷地新光美丽》, 是两个专注狗诗。